骑了一年多的摩托 第一次口头上问候这种司机的母亲 事情经过是这样子的 最近进账支架的蛮多的 我这小排的125爬坡还是蛮慢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都会打转向 让后方的车抄我 从勘定出来走S434省道 王塔公草原的方向 在爬一个牙口的过程中 我正常行驶在路中 而前车大概有二三十米的空隙 这个日奥迪在对方来车的情况下 还强行超车 差点把我给刮叉方车 那一段视频因为没拍到 这是后面开机才拍到的 我当时真想下去把它拦着 因为这边上有交警 可惜我没拍到没有证据 只能给他全家问一下好了 这种急着赶再去淘汰的人 家里一定很多故事吧 后来又碰到一个野蛮驾驶的 还挺有共同特点的 都是穿A都开的奥迪 算巧合吧 虽然我也是穿A的 但我还是很有礼貌的 只是问好他全家 除了路上遇到的这几个没有数字的司机以外 今天还是过得不错的 在桌上上面打个卡 像这种让九皇待在远处 听后命令再过来都是日常的训练 在山顶休息一下 海拔升高以后天气不再炎热 开始冷了 所以骑着骑着短袖就变成长袖了 高原的夏季已经超长阴飞 让九皇喝一点山泉 这应该都是山上的血水化的 喝水 哇好大个蝌蚪 高原上的这些蝌蚪非常的大 没拍到装进去了 因为往泽多山的那个路 好像修路交通管制 所以很多车都走了这个434省到这边 九皇喝了水给炒地 试了肥 我们可以继续出发了 紫外线太强了 看我这个变色的近视眼镜都完全黑了 红孩子这里看这个雅拉雪山好像被云给遮住了 拍雪山的也来拍九皇的 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不错 所以经常停车拍照 九皇在高原上面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因为有一年都没来高原了 所以还是有轻微的一点反应 远处的山顶好像还有雪呢 这些低雅的云实在太漂亮了 又忍不住停下车来拍一段 感觉这个画面像假的一样 尝试的这些人好烦的 整天拍我 虽然我知道我很帅 但是你们不要这样子呀 自我感觉这个省到434 还是比那个看定区折兜山的318漂亮多了 当然得天气好的时候 走走停停的都到四五点了 又到了塔公镇 去年也在这个钻金桶这里 带过一眨眼一年就过去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正上面在修路 尘土飞扬又很颠簸 扎营地选在去窟窿村的那个河边 九皇可以放飞自我了 又开始抓他永远抓不到的土拨鼠了 尝试的你们有大耗子 挖出来今晚加仓哦 土拨手其实很聪明的根本抓不到的 他们的洞穴又臭终复杂 九皇只是在这里浪费体力罢了 今天中午看定吃的饭是朋友请的 打包没吃完了但今天的晚餐 快看九皇在给电线干湿肥了 尝试的我知道你在偷拍我 招好银然后再吃完饭就可以休息了 风有点大 九皇有时候也会被吵醒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来一段航拍结尾